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Kill 歡迎大家跟TKM一起練日文 今天要看的新聞是關於一間超福利好的公司 大家可能也有留意過這個新聞 是這兩天出的 關於日本的Yahoo員工 有15萬日圓的津貼 福利好像非常好 我們一起看看新聞是說什麼的 全社員およそ8000人 現在居住地については指示があった場合に 翌日の午前11時までに出社できる範囲に限定していますが この制度を変更し 今年4月から日本全国どこにでも住む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します 飛行機による通勤も認め 交通費を月15万円まで支給するほか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促進のための懇親会の飲食費に 一人当たり毎月5000円が支払われます 社員を対象にしたアンケートでおよそ9割が テレワークで仕事に影響がなかった もしくは向上したと回答したことから 制度変更を決め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現在社員のおよそ9割がテレワークを行っていますが 働きやすい環境を整えることで 優秀な人材の確保を図りたい考えです 私たちはGoogle、Facebook、Yahoo等公司 員工福利は非常好 今次の新聞に見到 15万円の通勤資助を持って 私たちに入国を行って どうぞどうぞ どういうの? スピードで有業務のおよそ4割のおよそ5割のほうれ そしてプーでおよそ4割の新聞 飛航機的通勤每月有15萬日圓 有一個mall代表這個數量有很多 目標的對象是全公司的社員 大概有8000人 現在居住地是指示後 翌日午前11時出社的範圍 這個制度改變 今年4月至日本全國都可以進入 一個非常長的句子 整句的意思是現在的政策 目前居住地僅限於根據指示 公司出指示叫你上班 第二天早上11點前可以回到 你要住在那些地方才可以 但現在它改變這個制度 以便從今年4月開始 你可以在全日本任何地方住都可以 在飛行機的通勤也認同 交通費月15萬日圓 至於交通費月15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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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交通費月15萬日圓 到交通費月15萬日圓 亦有交通費月15萬日圓 即交流社交聚會費用 令出眾大家感情等 之而此的飲食費 每人每個月五千日圓 每個月五千日圓 可以促進交流 所以一個月差不多有十多萬港幣 我們先看看這個文章 我們先看看 大約有90%的員工 這個QRD就是90%的員工 就答到後面挎住了個句 遠程辦公不會影響或者改善到他們的工作 甚至乎有點提升 所以他們根據這個回答 決定改變這個制度 目前現在有90%的員工 都在進行遠程辦公 但他們希望創造一個舒適的環境 能確保優秀的人才 一些人力資源可以確保 所以有很多優惠員工的制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要看的新聞 不知道大家看完這個新聞 有沒有都很想做Yahoo Japan的員工 我也很想的 因為過了去的話 就可以拿到這個簽證 之餘也可以享受這個員工福利 當然在日本的職場上班 也不是那麼輕鬆 除非你去一些外國人更多的公司 可能就會比較輕鬆 如果有一些觀眾 本來在日本公司上班 也歡迎分享給大家聽 看看你的工作是怎樣的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和分享出去 我們下星期一再見 再見 拜拜